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 朝鲜停战签字一事 在板门殿举行 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 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 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朝鲜停战谈判历史两年 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艰难过程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边打边谈 以打促谈 终于迫使美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结束了长达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问山签字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晚十时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九十三十分 彭德怀在开诚签字 十八年七月四十八年三十四十天 十八年十七月八成二十八年七月三十平 职期五四十四年一年七他们八十四年oy 그때 三十五三年丽党 我是美联系记者 请说两句话 这份紧张协定意味着什么 做好记录 不要楼掉一个字 更要如实地发表 意味着吗 几百年来 西方侵略者 在东方的海岸上 架起起门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 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 一去 不复返了 这个人都给你 你俩下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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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你俩下轮了 根据停战协定 双方自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开始 继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 全线完全停火 停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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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